面部肿胀似馒头,鼻子高耸入云 今天就来盘店下,状态不好,还强行出镜的演员 一,八角提迷雾,桃红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八角提迷雾,用一桌顶级的食材 做出了最难以下咽的菜 话操理不操 该剧云集段一红,好累,吴越,祖风一众实力派演员 他们贡献了上等的演技,结果却反向平平 除了剧情方面经不起推敲外 配角团属实贡献不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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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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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头苹果肌凭借肉眼可见的鼓起来了 只是简单柔练很难让人幸福 4.长安十二时称艾如 长安十二时称是一部难得的口碑好剧 蕾佳音热衣扎等实力派演员都贡献出了最佳演技 就连开播前备受质疑的异样迁徙也没有掉链子 但剧中的王韵秀却成了这部剧唯一的槽点 王韵秀明明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小姐 却被扮演者艾如演成了市井昏昏的样子 关键在于她的那张硅胶脸太出息 脸部还没消肿 微微一笑 苹果机有味突出 像是填充过度留下的后遗症 这就导致艾如远看像是假面蜡像 镜头拉近 五官的走势又很奇怪 观众的注意力全去交在她的脸上了 分分钟出息 实在配不上整部剧的优良制作班底 既然颜值和实力二者都不具备 艾如又是怎么拿下这个角色的呢 了解她的背景后发现 果然不简单 艾如曾是四川立达市足球队的掌门人 不仅该俱乐部的投资人 艾雅康 草年在电视剧《裸昏时代》中 她就曾亮相饰演孙晓晓 只不过由于生硬的演技 还有像贝克文一样的台词功底 被观众喷得厉害 那时候她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虽不是传动衣裳的美人 圆脸却十分耐看 越看越可爱 反观如今 经过几番大刀阔斧的改造 失去了原有的辨识度 面部肿胀似发面馒头 靠一段 明天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